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北京东北部的一个比较大的小区 小区内的房子在法拍的时候 成交价格是高于评估价的 但是我们仔细的分析发现 这套房子在两个月之前还进行过另一次拍卖 当时的价格要明显的高于这次 到底具体情况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下面看一下 这个是北京市朝阳区降浦家园北里205号楼 房屋面积是158.89平方米 成交价格是864万 评估价格是828万 起拍价格是580万 有15人当时参与拍卖 投标了53次 所以当时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很多人关注的这套房子 当时的起拍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我们注意看一下 它的房屋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房屋单价相对来说比较低 屋内的装修属于中等装修 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入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室内的大致的情况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身对它的一个分析 房屋面积是158.89平米 标的屋单价是52,877 标的屋总价是840万 这是京东给出的评估 其他两家呢也类似 房屋是南北通透 而且是三十两厅两位 是一个大户型 这种大户型一般来说 房屋的布局相对来说要好做一些 尤其是通透的房子 这一头它有一个参考价 我觉得值得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江浦园这个区域当中 小区是有多个的 有江浦家园 均价是53,155 立都东镇冰河一号是42,795 这是商住两用 立都东镇是85,700 冰河一号小区是80,701 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冰河一号小区 立都东镇Bossa Nova 是765,598 我们说呢 看这套房子 它有一些硬商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小区呢 所处的位置还是可以的 在北京市的东北方向 在北五环之内 实际上 在东北五环之内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 相对于北部的小区来说 它的价格呢 不算高 我们说它的周边呢 有一些绿地 有些公园 江浦家公园 但是有一个硬商 就是经包铁路 从这个小区旁边通过 而且离这个 205这个楼 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 因此在造声上 造声污染上 可能是影响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区在两个月之 这个房屋啊 在同一个房屋 在两个月之前 是进行过一次拍卖 而且在系统上 显示也是成功的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成功 但是没有被执行掉 这个拍卖的时间 是2023年的12月13号 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有20个人拍卖 投标了76次 成交价格是1020万 比评估价高了将近200万 比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成交价860多万 也是高了不少 所以在我大致算了一下 在两个月的时间当中 这个成交价是差了15% 这个当中呢 可能有一些原因呢 是我们在这个看不到的啊 未公开的一些信息 但是同一个小区 同一套房子 在两个月时间内下降了15% 看来也是受到一些大环境的影响吧 另外呢 我们深究一下 这个小区的拍卖呢 实际上在2019年的时候啊 也进行过 201号楼啊 进行过拍卖 当时的成交价是844万 啊 我们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参考一下 它的啊 成交价格 啊 大约是啊 每平米是6.3万 啊 它的评估价呢 是987万 啊 评估的价格 大约是在 7.6万 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呢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啊 19年的时候啊 它基本的房价还是要高一些的 啊 当然了 我们说了这个小区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啊 有塔楼板楼 而且它 呃 907万 最终的单价呢 是 呃 相当于是6.14万啊 当时的评估价是 1067万 评估价的单价大约是7.25万啊 就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 1719年的时候 这个小区的 啊 单价似乎还要高一下 啊